这个时候哪个老人打出来说 十一只女巫 十二十元家得了 他曾经说 出了绝 还是我不换来 你都来 你自分的打不过 狐狸 狐狸来的时候跟我说 说我摸老师会很高 我说 摸老师会很高 我说 我也摸个老 摸个老师会很高 我也摸个老师 摸个老师 摸个老师 但是我不是在那儿 顾白天的时候我们要发一个人 我六七老师 选一个人 我说了 男人在这儿 男人在这儿 在那儿一二十元 没有来到酒 冬天不许 打四十元一一二十元 就一定是亲身问的 我说是一样 我说是一样 这个三个 我说是一样 我怎么办 然后保了三十二号人才 一样没有 三十元 我让你那位怎么起来 我说 他很喜欢他分票 他分票票 他能落外 能落外回掉 就是我起来 我可能会打一 这一一一 我认为他还一起放 这个确实 如果他说好 他已经最难得过 他已经起二 他已经一起 我会认为一起 因为我觉得他给你算是难不高 他手都能不能快 他手都能不能快 他手都能不能够 他手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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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都没够 他手都出来了 但他发言中才是个好人 那我就告诉你 我说我 我会来说 我一二是 对啊 不是 我没做 我不是 我认为是七八 我过来讨论 兄弟 这个八 我说这个八 你都问了两个孩子 大哥呢 你发言不在那里是好 你这发言是错的 我都这么多了 还都没有认识 我不能认识 我认为是七八都不会想到 因为我也没有傻 因为这个就是八字话 因为呢 因为他是个男丁 你这我宝宝的不是 这八女宝宝是不是 告诉你们这女宝贝似的 一个一个 好 既有问题 我说打你的三点 三点一个罗计 你三 前面的罗计计 让我知道了 那外面的还是问题 好 那上面是错的吗 好 关于一下 刚才只有几会儿吧 这更晚了 十点半 一人说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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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做爱人就是发言过的 我还是 你还发言真正过的 我还是不是有个 我说 中国外论改革金刚才 你告诉我 他他也 吃掉臭腹了 他又不能生来自己 我好 那你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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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斤呢 我说 你要做个什么 哎 哎 这我说 这也挺怪的 就是说 二就跑了 跑了 你跑了 我跑了 你 我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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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跑了二八十 你跑了 就跑了 我跑了 好 做人家 我算一下盒子上版 因为到你这六斤楼是倒了十两台 刚那边是十一个 八一个 是 这是两个两个 来 各位 我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上一把的MVP 我们给的是三号玩家 然后尽力的话我们是给的是六号玩家 背锅的话我们给的是十一号玩家 好 这一号玩家 好 这一号玩家 优秀 优秀 他妈优秀 你他妈的不会盘就不要盘 老子要不是因为你我就不会跳这个冤家 我真的是有点生气 那你他妈 你他妈说十二一定要汗跳了干嘛的 是你说的吧 十二是我饮水 你说十二要汗跳 对啊 那你去看 我跟你说 你为什么不杜他干嘛的 杜他干嘛的自爆了呀 我算了一下 好 我们算了一下 七号 十号两个玩家 七号 九号 上一把都赢了 那么还是西手选板子 还是差那么一点 女魔狼 魔狼 魔狼 女魔狼 魔狼 魔狼 他自己也拍不清楚 还差那么一点 什么反正 什么反正都玩得好 玉女猎白 熊女猎白 玉女猎手 狼枪 然后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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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没有越跳 熊什么意思啊 熊什么意思啊 那我拿了狼就不能看跳了 那就拿玉女猎 那这熊是好想要的 就是熊嘛 就熊嘛 你选你选你选 就熊就熊 你拿分你选 今天又十分拿好了 根本打不够 打不够 哇王宝宝真的是 又打不够 又没把赢 你 你这种赚文 你应该要让 17 我昨天 我昨天拿了 挺多分的 我昨天拿了十几分 你只是赢了一把 我跟他就拿不了分 我现在所有的分 都是和韩宝宝拿的 跟他一分都拿不到的 是你把赚文让得出来 十几分 拿分这都是国力 原家才是熊 不 国力分很高 那拿狼这种都能赢 那天第二天狼 你像火狗狼 那天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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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 什么 那天又起来 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 二 一 天亮了 现在开始进行警长竞选 请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号码牌至于号码灯上方 本期游戏上级的玩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二 现在时间是52分 四号玩家请发言 11号 看着我对视的眼 看着我的眼睛 把老干爹牛肉酱给放下去了 我觉得他是好人 就那一刹那一秒钟 感觉他是好人 有点像跳鱼的感觉 我觉得从心菜上面看 可能是好人 但我不会全保 因为今天 美人感觉身份不是特别准 路约之前 我觉得七跟八都是带身份的 我不知道是狼是神 反正有什么说什么 把我自己的个人信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十 算了 他打我 我就干死你 其他的不多说了 我是一张好人牌 想要聊满时间 但第一个发言又没那么多内容 要不这样吧 唱首歌 好吗 大家想听什么歌 还有谁 还有谁 没有人反对啊 那我就 唱一首 轻快的吧 好吗 珠穆朗玛 谁 谁 谁 带来 远古的古 是一定带身份 是一定带身份 好吗 过来过来 好人牌 四号玩家 好人 好人 不知道 是个好人 总得来上井聊一聊 因为熊的板子嘛 没有预言家 少了很多逻辑基点 四爷蛮牛逼的 凌空能把十一保下来 要不我也唱首歌吧 算了 算了 我怕唱完 这个比赛可能就 截止到今天了 不唱了 不知道聊什么 就过了 过吧 五号玩家发演完毕 六号玩家请发演 龙哥不是说好不做做的吗 不是 十一号玩家 你底牌要是个好人 你为什么不上来道个歉呢 所有好人都 你应该上来跟大家说说 然后呼吁大家 不要再干这种事情 从华山论剑中学出 女巫不要上井跳 预言家乱发精水 很容易把后面的人都弄死 这也是大家能看我们这个 华山论剑能学到的东西 对吗 我认为二号三号里面 会出一张熊牌 因为摘下面具之后 我往这边看 二跟三一直在互相仇视 两个人对翻白眼 就包括现在二号玩家 跟三号玩家 二号玩家还在对你翻白眼 三号玩家 如果是二三对跳 我觉得就贼刺激 好吗 我是个好人 我不懂为什么前这位四号玩家说 十一号想上井 欲言又止就是个好人 然后十一号玩家 露出了他的大花壁 看着我也挺害怕的 好吧 因为四唱了一首歌 我不太能理解它是个什么 我还想跟着四唱歌 我觉得你应该打打四吧 你是个好人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直觉很准啊 起来会对旁边的牌 或者外之位的牌有所定义 所以你起来之后不打四 还想跟着四唱歌 我认为五的身份比四还要低 我以为四身份蛮摸狼了 因为你摸个好人 光芒万丈 这把发言感觉你发不来了 好吗 其实我也是 我摸个好人 我就上来侃侃而谈 说不定有身份的对吗 我前两把要么狼要么平民 这把可能有身份 我如果听到后继位两个熊辨别不出来 我就刚在井上 大家可以投给我 好吗 过了 六号玩家发言完毕 七号玩家请发言 四号玩家 铁宝 是哪种宝呢 我是狼 他是狼 他是我狼同伴这种宝 或者我是原家 他是我金水这种宝 我是女巫 他是我银水这种宝 铁宝 动他先动我 好吗 因为他在明我的身份 他说 首先我是个好人 他是个狼 他会在夜晚告诉他狼同伴 我一定挂身份 不是从现在说 明白吗 所以基于我是个好人 他就一定不能是个狼 在明我身份 明白吗 他只能是个好人 在明我是狼 是神 懂吗 所以四号玩家 你们可以不信啊 当然我自己是有试点的 我知道我是什么牌 对吗 所以四号玩家 我铁宝 四号玩家 宝了十一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呢 大概率也先放一放 那么焦点牌 是这张九号玩家 好吗 九号玩家 当然没有语言家了 也不可能从井下开始验什么 这都白扯 我 听听吧 就是反正九号玩家 现在在我的视野里 第一位焦点 好吗 因为前之位 我觉得四不错 第二个焦点是谁呢 是这个六 还有这个五 并列 因为我啊 六其实比五还高一点 因为我觉得五的发言 真的是特别不好 也没有分析这个四 那你说四这个心态 你觉得他像狼 还是像什么呢 对不对 我觉得像好人啊 而且他还对我 跟我有对话 从这里 这点信息 我觉得四是个好人 那你五的发言 你告诉我 你自己的发言 让别人能认下你吗 至少六没认下你吧 七也没认下你 对吗 表水 好吧 就两个字 表水 要不你就 你跳个身份来干我 对吗 当然我不希望你跳身份来干我 因为我是个好人 对吗 我也不希望你暴露你的身份 好好聊 表好水 这是我对你的 你怎么样 那六呢 六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六也去打这个四了 但是六好的一点 在于他聊这个五 我觉得我是认可的 好吧 所以呢 目前在我这 四是第一身份 好吧 然后第二身份 就是这个十一 也许是十一 六呢 还行 五不好 九呢 再听 我不知道九是什么 但是我一定会 警下认真听那个九 好吧 你说二十三出雄啊 我不知道 好吧 我也不知道谁出雄 反正我觉得 我刚才说的那些身份牌 是我定义好的 好吗 我具体别人 我也什么 我也没免 好吧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身份 反正总归警下 我会听五九发言 好吗 别的没什么可说的了 五二张铁好人排过了 七号玩家发言完毕 八号玩家请发言 我底盘是个熊 我认为七发言还可以 如果咆哮了你就再见 对吗 其实我并不是这个景辉很渴望 如果外之人名声起跳就给他 因为假设出来 一点拍精神 我就不知道 左边发言还右边发言 手心手背都是肉 对吗 如果外之人名声起跳给他之后 还可以让我们三个好人在末日之位发言 对吗 我觉得六不太好的地方是在于 他说二三出熊 原因是因为在对翻白眼 那如果你是个好人 认为二三里面开熊 他们晚上怎么知道旁边有没有狼 要翻什么白眼呢 对吗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两边有没有狼 我只听完七发言之后 我觉得七还不错 十一放下去 两种原因吧 因为我听下一张好人牌 告诉我的一张好人牌 认为的一张好人牌 是这个十一 对吗 反正比较复杂 我认为他是个好人 七认为四是个好人 四认为十一是个好人 虽然七认四的理由我是听懂了 四认十一的理由 反正我是没太听懂 对吗 听听十一发言吧 因为他是在看有十一个人上景之后 才放下那个牛肉酱的 其实我本来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我听完七的发言 然后再知道我咆不咆哮 因为如果那时候十一个人上景的话 我就一目了然 是四郎上景还是三郎上景 但是现在我不能知道 对吗 无所谓的 如果你们愿意 有外主人名称 希望吃到这个景辉 希望去归票去带队 你就跳去吃这个景辉 因为我确实对这个景辉 不是特别渴望 好吗 如果咆哮且我吃到景辉 那你就先发言 好吗 过了 就十号玩家请发言 听福的 十号玩家请发言 那我又和你不同身份 怎么回事啊 哎哟 我是个好人 那听了前置位呢 我觉得 七号玩家 因为七跟九啊 我不太好评价 因为是在 我目前为止的熊的旁边 我等会说错了 说对了都无所谓 说对说错都是事情 对吧 因为前置位都可以哈拉吹吹牛逼 我不能 对不对 我现在不定义七九了 你随便说 你 你反正无所谓了 那后置位 有没有人跳雄 我们后置位再说 因为啊 我真的 我忍不住要去打一下这个七 我听了你的 埃塞俄比亚逻辑之后呢 发说你是一个好人 那么这样吧 我也打打你 我就 我就跟 我也不怎么打你 就刘阿龙怎么打你 我怎么打你 我觉得这个七啊 就一定带身份 不是 那在我正常的思维 逻辑当中认为啊 那总为是狼人 晚上没有见过你 白天 你一定带身份 看看你的反应 那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到您这边 真的要用您了 对吧 到您这边 您说 他明我身份 他一定是个好人 他老晚上 那我是个狼人 我晚上就是 七 我白天明一下 这样总行吗 可惜我这边 又不是个狼 我又骗不了你 为什么 你想啊 龙龙是何许人眼 他连这个十一 也能保 他凌空保了十一 他说我跟十一 对了一眼 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我就跟你对眼 他井上还唱了一首歌 珠穆老马 对吧 我就唱了个大黄河 给你听听 不是 真的是很难露 你看旁边的客人 在那边露门声 你门一百条龙也没有用 你打不过我 有什么用 你身上都是龙也没有用 你 龙 干嘛 我看你身上龙都 我就不打你啊 该打还不知道 要打你吗 我不知道 就前之后发发言都挨赛了比 他说 九八说七十个好人 要让九仙发言 哎呦就不要叫 叫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捶你 关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就这局啊 没有愿家是好的 我先躺一躺 我不真的不知道 好吧 我也不是要面子什么 我是真的不知道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秒 好三十秒钟 你们啊 前面不要打我是个狼 你们后面说我是个狼 没有关系的 你们把前面的狼找清楚 找到了 我就是个狼 行吧 我不知道 你们说不知道一定是个狼 那你得知道 是吧 不要像昨天那个人 你怎么不点四个狼 你自己先点好 点了缺一个我来填 好吧 前志位的狼 看你们找优 我是真的不知道 李景大神 你请一下给我好好投票 发言你就给我站边找狼 好吧 你别跟我录文声 没卵用 好发言时间到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过来 12号玩家请发言 后继位还有 麦克风 后继位还有几个人 一二三 你们有跳的吗 我想分析东西 没有的话就退 好吗 那算了 我觉得八发言还可以 状态还可以 我觉得前阵 我觉得龙哥唱歌了 我觉得唱歌了 向上好人排 在五这个位置 不能把这个四放下吗 我觉得不像铁蛋的风格 关于这个六比五还诡异 你觉得龙哥 你说龙哥不好定义 那也不去评价 评价这个五 觉得五六不好 我觉得七发言 向上好人排 就不管四是不是啊 七首先是 那不然他跑去跟四 干嘛呢 在那 对吗 所以我觉得七十个好人排 我觉得八发言还行 我觉得王宝宝 因为九十一两人排 我觉得景下 因为十一是看着大家 又把这个放下去的 得解释好吗 都看到了这个动作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十号排 十号排你说 你跟九又不同身份了 你没有听我九个发言 你如果认八十个熊 你也不知道跑不跑笑 你就跟九不同身份了 我觉得你是默认 以至熊要咆哮了 对吗 且你觉得七发言不错 你觉得九要出局了 所以你说你跟九不同身份了 那一会儿 咆哮了 我觉得你得是 那个九的郎同伴 好吗 如果不咆哮的话 你可能才是 那张好人排 因为你不吃四脚 就这么多 我是张好人排 我顺便想跟 后主 就不管 因为我觉得八发言还行 你们跳呢 可以 但是我希望 别什么好人再出来 乱报信息了 好吧 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说实话 上前就想说 我只是希望大家说实话 好像说实话就够了 这个板子 大家不是配置不够 11号 我还有发现时间 11号在我旁边 一挠他 纹身掉了 有点尴尬 好了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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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玩家 请发言 你注意点 别吃胖 吃胖的纹身就 膨胀了 就花掉了 我认为 我分析 我认为 四五六七 这四个人的身份 我认为四最高 因为四唱了一首歌 叫朱木拉马峰 很高那个山 好吗 我认为四身份最高 五身份最低 六第二高 七比六要低 我认为应该是 四六七五 这样的一个顺序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五 因为五你的发言是这样 四在这里唱首歌 你五跟着说 我也想要唱歌 那你就认可了四 你认可了四 但是你的发言 没有讲你为什么要上井 所以我听不懂 所以我不知道 因为你上轮拿了杆枪 你在井下 你这轮什么身份呢 你上了个井 你上了杆枪 你拿了杆枪 想任性在井下支撑一下 那这轮呢 是个平民还是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 你五不太好 六的发言打了五 去攻击了一下这个十一 我觉得六还可以 然后七的发言就很怪了 七你说六偏好 是因为六打了这个五 你也去打了这个五 六也打了这个五 那你为什么不能认可这张六呢 对吧 你保了这张四 但是我不把你打死 我认为四跟六 是两张好人牌 五像是个狼 七的身份 比五高一点点 然后后终了一张八 我觉得像个熊 然后十 不知道 如果啊 因为我觉得二三一定出了狼 我觉得二三是出了狼 他们真的很凝重 如果二三当中呢 出了一个狼 五是一个狼 七如果底牌是个好人 你十可能就是个狼了 因为十一位认为是个好人 如果八不咆哮 熊不咆哮的话 九十个好人 你就没了 好吧 我讲给你听 你是个狼的逻辑了 听懂了吗 OK吗 我打你是个狼 如果他不咆哮 你就是个狼 好吧 我是个好人 过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不是 这个四号身份怎么就这么高呢 不是 这四号害我掉分了 就他还能好得了 这个人 对吧 那我就觉得他不好 不是 这个八还能是个熊的 他还能是熊的 哎 我觉得你特别像熊 真的 要不你跳一个 真的真的 你跳一个熊 我一定责面你 因为这八号玩家 对吧 七号 那九又出局 还咆哮 不是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熊 比原家还牛逼呢 能圆那么多事情呢 我觉得八特别不好 你一旦跳起来 我就信你 好吧 那个腰板理直了 那个做好了 准备起飞 把八干出去 我觉得八就不行 你跳一个 如果你不跳的话 那可能我身份就低一点 我得给八表水了 马上菜两个 真的 但是呢 做到这份上 我觉得呢 我就不低头了 就鼓励你三号跟玩家 三号玩家 跟八号玩家对跳 对吧 好吧 然后你跳的时候 最好呢 你有咆哮 你有咆哮 龙哥就出局了 他害我掉分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这样 我靠 三号位置 对于我来说 是天长 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位置 你看 不仅八两狼 我不认得 这个牌啊 能出局 然后这个害我掉分的 四号玩家也能出局 哎呀 我觉得特别好 好吧 你三加油吧 因为 其实呢 钱之外现在认 那八人挺多的了 如果 如果说 不是这么多人都认八的情况下 我也不会这么鼓励你 因为 要不然你压力也挺大 过了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跳了 好 跳好了 是 这个游戏是这样 我现在找到一个 百分之百的熊 十八 百分之百的好人是四 然后 百分之八十的好人是十一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认为 十一号玩家的性格 是在沉默中爆发的 至于你是向上爆 还是向下爆 就看你的 看你井下的发言 和打的位置 我底牌是个好人 龙哥这把我们共编了 Yes 怎么打都能赢 建议一下 建议一下 弹幕前的 观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看到 李景好几天没洗澡 家里买不取沐浴露 很痒 身上 沐浴露广告 可以过来弹个赞助 可以 没有问题 好吗 这个游戏 我就不唱歌了 我唱完歌之后 比赛办不下去了 四是个好人 我就很定心 你说投几就投几 你说投三 我自归 但我是个好人 我相信你不会投 好吗 我就跟着四手投票 他不说了 退水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是否有玩家退水 7号 8号 人在井上 退水玩家不能投票 其余玩家 请保持投票姿势 准备投票 来 3 2 1 请举票 8号玩家当选警长 作业是平安夜 作业没有咆哮 请警长决定 请做警员发言 9号玩家怎么发言 发什么言 预言架过了 10号玩家怎么发言 我认为的狼 11一定是个狼 1一定是个狼 为什么 1说 57 他说最高身份的是 他说4的身份高 是因为他唱了一首 珠穆拉玛 我以为是大宇宙 不知当唱不当唱 就是我就觉得 你们打人啊 是没有逻辑的 我出去就出去了 我不跟你们啰嗦 我觉得这个群真的玩不了 后面那个人 说 找了身份最低的 5 7 他说 1说 他找狼 就找我一个 他先打了 57身份低 然后说4的身份是最高 接下来说是6 然后找狼 就找我一个 合计着你 T1前主位的发言 就我一个狼 本局游戏 我出去了 游戏 游戏结束 1一定是个狼 2号玩家 自己不跳 他说 3号玩家你跳吧 他怎么玩呢 你要赶履职了 我认为 场上的狼 是这个11 11投票是 这么投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投 他现在 我认为的狼人是 1 因为我不知道 我打这个4 到底打的对不对 我有可能打错这个4了 所以一导致 我吃了那么多的 我又是第一个发言 我是个平民 我是个平民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是个预业家过 本轮我们投身份 输了 我真败了 我申请下一盘 还有下一盘吗 摸个狼 摸个狼 真的打不了 我就跟你7号玩家 在最后对一下话吧 就是 也许 我是说也许 这一局你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长此行 往这么打 我是觉得真的 就是付EV比较大 因为我不是一个狼人 然后我发完言以后 我有可能去打了你7 打了你4 打了两个好人 所以导致我会被后面的所有人捶了 3号玩家和 因为我听了发言 我认为打我的应该都是狼 好吧 没有关系的 其实11号玩家 我认为他一定是个狼在井下 因为他跟4号玩家 4号玩家凌空把他给保了 因为没人听发言 他在井下 就仅仅因为4号玩家保了一手 7号玩家打了一手 因为我是没有信息的 我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平民 那么他们狼队有可能吃到信息 知道7-9是良好人是双金水 对吗 因为后置位其实有人说到过的 因为就像1号玩家说的 他说如果双金水 我是第一个出局的 我认为1一定是个铁狼了 好吧 我 其实我在这个位置再打再多的人 基本上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因为 如果9在墨之位贵票 我还是有点希望 我跟9号玩家来一件 独特的摩斯密码之类的东西 他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 但是他第一天 原假过了 你倒来个精水啊 你狼的时候知道有精水 现在 正精水了 预言家过了 没有关系 希望 你多难 就是 我输了你就一定没有分 因为我们是从事分 因为我已知你是个精水 11一 我现在就只能打这两个位置 我也不是说你说 哎哎我怎么不打6 再打6有意义吗 对吧 所以就像预言家 吃掉一个全票的预言家 第一个发言 能怎么打 对不对 我是一个 平民就这样吧 我也不要脸了 刘耀龙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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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是是一个好人了 刘耀龙救救我 好吧 打 打我的人太多 你保一下我行不行 我也不要吃康春 我第二个只爱长廊走行吧 我没办法 那总是 朱姆老板了吧 那总行吧 刘耀龙救救我 好吧 我是个平民没办法 发言时间上 好吧 你们俩同身份 11号玩家请发言 平民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场上 出局 当你10号玩家对着7号玩家说您的时候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 你是一个必死之人 10号玩家 你是一个狼人 如果硬要找你点漏洞 就是你说 7号玩家我们又不同身份 你怎么知道7号的底牌是一个好人 哪里来的信息啊 你要人80个熊是吗 那你就默认7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对不对 你10号玩家是一个狼人 就如外周人所说 只要熊不咆哮 你10号玩家第一天就给我出去 怎么想张网 我男家是你张得动的吗 我认为1号玩家一定是一个好人 就因为1号玩家说了一句 他根本连逻辑都不想说 我就打你是个狼 10号玩家 你10号玩家就是个狼 有什么好说的呢 保那1号玩家 仅次于我身份的是7号玩家 7号玩家 如果你的判断是错的怎么办 常商人人狼 我认为你10是一个狼 你12 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3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2号玩家如果 我再听你的发言 因为你这种发言 我认为只有两种可能 不一种可能 就是害怕站不对 害怕3号玩家 跳出来是一张熊牌 导致你第二天的发言 很难把自己圆回来 我认为你在给自己余地 并不认为你在钓鱼 好吗 这种钓鱼 3号玩家 就能坐在这张桌子 我不相信 因为你这番发言 3号玩家还真 蠢兮兮兮的去 跳了一个熊 只要他是个狼人 他该跳就跳 他不会因为你的发言 而所谓的 真的想跳了 为什么我说 你10是个狼 12的身份并不好呢 是因为8号玩家 他是张熊牌 8号玩家起身 发言是7号玩家 我饱了 叫玩家你一定是个好人 只要我咆哮 你9号玩家给我先发言 这样的发言没有办法 好吗 好人太满 6号玩家你别咪了 你是个狼 咪什么 哎呀 我在想4 5 2 谁是最后那个狼 说说我的心路历程吧 我要为什么埋在井下 其实我很想上井 所谓的道歉不存在 教科书般的一个 一句游戏啊 11号玩家教你们 但凡 你无外之为发 发清水 发到狼人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结果你们让我很失望 没有一个人盘得清楚 对吗 我11号玩家南枪掌门 甘愿什么 是一个背锅 给你们来了一场考试 结果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及格的 想当失望 6号玩家是一个狼 是因为你跟前置的 4 5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你打的4 5里面 可能存在你狼同伴 因为你打4 5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4号玩家 从第一天的发言来说 4号玩家像一个好人 像一个好人是因为他保了11 其实说白了 不是对眼那一刻 而是11看到那么多人上几周 11把牌子主动放了下 这才是一个责的问题 而你6号玩家说 哎呦 你11号玩家怎么不上来飙水 你看到 如果你底牌是一个好人 你看到11号玩家 放下这个牌子 你也认为11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因为11号玩家害怕在井上 真雄拿不到井辉 而你的发言侃侃侃了 说了什么 发言时间还有30吗 说了什么 11号玩家 你为什么 如果你底牌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上来不道歉呢 我底牌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要跟你们道歉 分都被扣了 不存在的 好吗 4 5 2 我在听论发言决定 最后一个狼是谁 90个精髓 70个精髓 你10一定是个狼 本论就出你12号玩家 好吗 12号玩家 你是我的一次狼坑吻 是因为我认为1是个好人 3是个好人 2 12号发言 12号我觉得这11号 是张狼人牌 我觉得10号是张狼人牌 没关系 我说了 我说便宜 你就是个好人 好吗 咆哮了你才是个狼人 因为你的井上 我认为你有点开眼 你说你跟着酒不同身份 让着酒出局 如果酒说好人 你是个狼 你敢这样发言的 我觉得 你一直 他会咆哮 我当然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说咆哮了 你就出局 你11啊 我觉得你是个狼人 首先 你打了 你打了我12 打10 你打10没关系 我井上去打了这个10 你看打我12的 你打6 你打6 那不是 你在这个位置打了10 12 2 6 还有谁 你保了1对吗 还打了 还打了谁 保了1 你前周围打了5张牌 你可是前周围 第二个发言的 你拿着好人牌 你跟2的对话 是最蹊跷的 你不是打20个狼吗 但你的发言是这样的 你说 2号牌 我觉得你不是 你不是一张 挖坑的牌 他说你是给自己 留后路的一张牌 什么叫留后路呀 就是你2号牌 惧怕3 惧怕3 跳出一张 熊牌来 你站不对边 你让2号给自己留后路 他如果伤狼牌 他一定站在对边 对吗 有什么留后路 也就是说你发言 默认这张2号牌 是张好人牌 你现在默认2号牌 伤好人牌 你最后为什么 要打2号牌 是张狼牌呢 11号玩家的逻辑 一定是不对的 而且你在第二个位置 你就能攻击 场上5张牌 好就像你说 6是张狼牌 你怕默认为 他默认为 到第2号牌 挑战身份把你归了 你完全不担心 对吗 你就敢这么这么这么打 好吗 我认为你是张狼牌 默认为的5号 可能是张11号狼同伴 我觉得4是张狼 你紧上就说了 我觉得1啊 我觉得1 我觉得1可能是张狼牌 好吗 你跟我们打状态 没什么用 一说打10是个狼 说理由嘛 我打10 你就跟着我打10 那你把我保了 你跟我说10 为什么是个狼 对吧 我觉得11拿狼了 11拿好人 不是打 那首先我是个好人牌 你打我又打错了 所以我觉得 你是个狼 就这么简单 对你要求高吗 好吗 过了 1号玩家请发言 我要跟你讲什么呢 其实我刚刚那层发言 中心思想就是 熊不跑笑 10你可能就是个狼 因为我是个女巫 6是我的饮水 我打位置可以吗 他8是个熊 不跑笑 7 9两个精水 6是我的饮水 我打的是谁 打的是5跟10 懂位置吗 那我发言 我只是说是 龙哥第一轮发言 撞在下个好人 他不跑笑 不就是4 6 7 8 9 全是好人吗 那不是50两个位置 我要不要打呢 我说中心思想 不就打50吗 我是个女巫 你视角跟我不一样 没关系 我现在告诉你 这是我发言的中心思想 听不懂没关系 因为你不知道 六是个饮水 六发言 我认为一定是个好人 龙哥我也认为像个好人 所以4 6 7 8 9 都是好人 5跟10 是不是要进狼坑呢 这是我把往往 打进狼坑的理由 我井上想藏一藏 没关系 井下这个11啊 11 这么烂 没事 我认为2一定是个狼 反正你到时候 8你就在那里归票 我晚上你告诉我读谁 如果你不告诉我读谁 我就自己看着读 2 5我一定读了 好吧 我认为这两个一定是狼 好吧 其他位置 10 11 12啊 我觉得12可能是那个好人 10可能是那个狼 我认为狼可能是 其实 2 5 2 5 10 外置位啊 4 11啊 因为4 我觉得是好像 2 5 10 11啊 11这么去怼 10不像啊 11去保了1 保了3 11是个狼 我底白是个女巫 3 3紧张发现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2紧张 发现不好 因为后主意就两个人 2没理由在那里 再继续一个挖坑 我觉得跟他前两把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2一定是个狼 我认为2是个狼 3跟2的反应啊 跳了一下 我认为3不认识2 先不谈吧 反正一天先慢慢找吧 我先找两个狼 我保证我的毒能 撒出去就可以了 好吗 我是个女巫 又是我的营水 好吗 过了 我觉得4 5 10 11啊 4狼 这没了 你读我啊 练啊 你不是 你今儿晚上弄我一碗 我老是铁狼在你这 我怎么了 干嘛呢 30好人啊 理解说我什么呢 你觉得我不挖坑 我不挖坑枪对着你啊 南枪吗 那现在枪在我这 看你是南极呢 我觉得4 5 10 11啊 你先说龙哥哪好了 11 啊 这个 这边就给我对视什么 我唱首歌吧 不是 你干嘛呢 不是龙哥 你都 就是这个阅历了 上个井说不出话来的 你还能是好人呢 那5就是挤出来的 6是银水吗 7 8 9 三个好人 两边坑位打 6是银水 6 7 8 9 4张 打5 10出狼 对吗 10说你11 10张定狼 10进个狼坑位 11那位置打的我 说不觉着我想挖坑 李锦的配置说听不出我想挖坑 那我认30好人啊 你告诉我30好人 对我认了 1 2 3 3个好人 木木打了你 我觉得你侍郎 木木好人 41 5挤出来的 没了 4 5 10 11嘛 四郎 这个坑位是不是清晰了 得清晰吧 猎人 对着龙哥 对着李锦 不是 龙哥发现哪好了就能保了 唱个歌就保了 那我挨着跳段舞 我是不是地狱王大帝了呢 没贴脸 没贴脸 嗯 还行 是不是这道理呢 不是 讲点道理 那李锦道呢 那位置就挤的 对吧 就是生挤出来的 唯一一种说的就是你六字刀了 只能是这道理吧 讲道理是这道理吧 就只有这样了 6789 四个好人牌 足够多吧 两边还能再出好人 还能是谁 把你十匀了 匀进去 十二是郎 行吗 不就这样吗 还能有什么呢 要不把那个 你十不匀进去 五匀进去 三四 也就这样 三是好人啊 这没让我下套了 没劲啊 很明白啊 这不错 这还有什么 很明啊 几点了 要不咱下一把吧 我觉得挺明白的 好吗 我是张猎人牌 净哥 就是 差不多了 如果你赌我 那今晚你就是他那张牌 你知道吧 教科书一般的 好吗 别分别分 好吗 猎人牌 三两是个好人吧 一二三 我认十二打十一的点 没问题 起身十一发言 十二就打了 我就不能是俩郎吧 那就是十二 一二三 四两好人 四十一是两个 边坑尾 对吗 六七八九 五十啊 升级吗 没了 过了 是 我觉得二号玩家 来给我讲鬼故事了 锦上所有人告诉我 四十个好人 我想耶 我们红身粉 锦下二跳了个枪 一跳了个女巫 四变个狼坑了一个 吓人不来 不是来跟我讲鬼故事了吗 不是 锦上 十 十的身份一定比四低啊 没有关系的 十说 刘耀龙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十的身份一定比四低 对吗 十一这个位置去锤了十 你们不管盘 四五十十一 还是五十十一十啊 因为你知六十银水 我底牌是个好人 二是个枪 一是个女巫 我们不知道二是不是汉跳下 当然七九里面 如果有人说枪 你就一秒发射掉了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我认为你高智慧 中智慧啊 跳张枪 大概率是张枪 七九是两张金水牌 八是张熊牌 不管怎么牌 十都在那个坑位里面 不是兄弟 是这样的逻辑啊 锦上你说 八一定是个熊了 咆哮了 要让九先发言的 那么在你视野里 八可不可能是个狼人 后制一二三会出张熊牌呢 这是你十号玩家 锦上没有告诉我的 为什么已经认下了 八一定是个熊 七在那个位置 升保了这个四 二是一把枪 一是一个女巫 那融出来 外置物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 五六十 十一十二里面 出四张狼人牌 那么六十个饮水 再滑掉 是不是就五十十一十二 我从内心深处 希望我们刘老师 是个好人 好吗 这是我内心深处 希望你是个好人 我也相信你一定是个好人 再唱一首歌 把最高潮的部分唱出来 一定能变成好人 好吗 这游戏过了 你垂我 当心一点 好吗 谨言慎行 不要这样看着我 过了 先更正一下 我刚刚唱的那首歌 其实是青藏高原 你们连青藏高原 跟珠穆狼马都分不清楚 十多求我了 十还能是狼马 保了 开心吗 这你还能不是张狼人牌 十十二二五 没有位置了 十十二二五 二说自己是张猎人牌 我觉得你是在躲都 因为我从你的语气当中 就吃那种嘲讽的 特别有机会玩笑话 我觉得你不像是张猎人牌 但只要七九跳猎人 你就直接就出局 就感觉怪怪的 一号说赌 你直接跳个猎人 那你跟一号对话呀 你的站边跟一号完全不一样 那你是否要说服这个一号呢 紧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像张狼人牌 所以我把这个十一 放下了 我觉得十一是好的 因为他放 就放下去那一下那 看着我 我就感觉他想吊我 我一秒钟把他认下来 且他打了十跟十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 像是张狼人牌 特别你十号 因为我对你的了解 真的是张狼人牌 你拿好人的时候 就是我在想 你拿好人的时候 是不是对面的时候 你要去打人呢 你几只七八九都是好人 五六啊 你用我四好人 打五六啊 对不对 或者说一二三去打啊 你只打个十一这一张牌 十一紧下的 我觉得十一不像狼 所以你十一应该是张狼人牌 王宝宝这种四接大神的配置 怎么可能打错人呢 就把这个十出了 二 你跳狼人 但是我真的听出你 言语当中的那种 嘲讽的语气 嘻嘻哈哈的那种 真的不太像狼人 但如果你是一张狼人牌 那跟你说一句 I'm sorry 六十张银水啊 其实 我本来就以为六也像一张狼人牌 那只能五你就能看了 只能五你就能看了 因为没有位置的 十十二 二 五 因为你三号起身就直接打十 我也认为十一定是张狼人牌 所以把你三放下 没有位置 就是四张牌 这样吧 我就把猪木狼牌唱完 猪木狼牌是这么唱的 猪木狼牌 才是真正的注目啊 刚刚一开始是青藏高原 好吧 这次点队四郎 我是第一个点的 如果真的是这四郎的话 失望给个面子 裁判投我一票 谢谢大家 过了 其实蛮搞笑的 我发现你们现在玩狼人杀 都已经不讲逻辑了 对吗 你们 现在一个一个说 我从四开始说 四首先一定是个狼 逻辑再说一下吧 他说二五十十二 四个狼 那二是个狼 五是个狼的情况下 二有什么理由 跳个枪 让我五吃毒呢 他就认个平民 我也认个平民 不就读一个就完了吗 总归有一个能活下来 就这么简单 这是道理一 道理二 锦上我就打这个四的 你们说我没打这个四 我说这个四也蛮牛逼的 能把凌空把十一保下来 对吗 我是打过他的 但是我又不能确定 他一定是个狼 你例如说 我对身边的人 对哪的注意力 都很那个什么 判断都很准 那我又不是偷看玩家 我又不是天眼玩家 我又不是 会玩指尖陀螺的玩家 我怎么能够判断那么准呢 我一定是听发言呀 我是一个盘逻辑的玩家 我锦上只听了个四 我觉得四不好 我打过了他 所以我就过了 我又聊不来别的东西 我又不会抿身份 又不会看挂相的一个玩家 他非要在这个位置打我 前准有人跳过吗 没有人跳 说三吧 三一定是个狼 为什么三是个狼呢 三锦上对于四的定义是 四号你说出我就出我 他连八都不理得了 对这个四穷聊 因为四的身份 当然是被你们后面的人 做得无限高 对吗 然后这个三说 你四说出我三 我就出自己 那有个民雄 你听雄跑我跑笑 在你这个视角里面 你就已经知道 八不会跑笑了 你就知道第一天 已经是一个 不会跑笑的夜了 所以说 你就在这个位置 已经在做伏笔 你还说欧武打 你三要小心点 欧武底牌是个平民 我觉得你一定跳不来生 你一定是个狼人牌 二是个枪吧 应该是个枪 因为后面有个七 那边进水有个九 这边还有个银水六 他在那个位置 他是个狼 他没有道理说 敢跳一张枪牌 跟后面的打 这个四还能打到二 三四不是两个狼 是什么 你一是个女巫 你要赌我就赌我 因为赌完我一定是你 算了 这个就不说 这十二一定是个狼 为什么十二一定是个狼 十二紧张发现说 你们后面一二三 有没有跳的 没有跳的话 开始盘逻辑了 不是那你的视角里面 就已经认下了八十个真雄 你认下八十个真雄 你就去盘八十雄的逻辑 跟后面一二三 跳不跳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吗 所以说这你十二是狼的逻辑 这个十一定是个狼 十是狼的逻辑 你们所有的人都盘了 这个十一起来就说 这个十是个狼 把逻辑也盘了 说十在那个位置 已知八十个真雄 七十个好人 这个十一打十的点 全都打出来了 十二说十一打十 没有盘一点逻辑 这十二还能不是个狼 十不是个狼 那是什么呢 三四十十二四个狼 一个都跑不了 还在这里 跟我聊什么唱歌 青藏高原 什么打位置 说我五是挤出来狼坑 我五凭什么是挤出来狼坑 告诉我 凭什么呢 会盘逻辑吗 过了 八号玩家 八号玩家 这把拿紧灰了 我不希望你这把 还是负一分 好吗 我不是很想说太多 我认为 我认为这边十十一十二 我听上去都像狼人盘 十一号玩家 你堂堂南枪掌门 现在拿狼就这样了吗 第一把跟我是狼队友 第一晚上就吃赌了 这把起来 我真的不知道 他在盘什么逻辑 首先他打十呢 这个十呢 大家都打了 我就不说了 你凌空 打十二 那个逻辑我没听太懂 打完十二 打我六 我说你好好的 为什么会打到我六 原来我是一张饮水盘 找女巫 对吗 十一号玩家 我真的听不懂 你如果是个好人 你一定会 就给我们盘逻辑 你说 我觉得你暴狼点 不是什么游 跟这把任何逻辑没关系 你暴狼点说 我是个好人 凭什么给你们道歉 我都扣了分 我还道歉 我认为这就是暴狼发言 堂堂南枪掌门李景 居然跟我们说出这样的话 对吗 我认为反正这个游戏很简单 我认为就十十二 十十一十二四五 五个里面开四个 随便读 只要你不要像你掌门那样 五个里面开四个狼 读错那唯一一个平民 我们就随便赢 外之位听下来 你看我饮水是个烂平民 对吗 这边有女巫有枪 七九都烂平民 我们平民都被空饱了 那你们狼没有什么身份了 没有什么地方了 对吗 今天就随便出 你也不要学他一样 五个里面出错那一个 反正我觉得就躺着赢 好吗 我也不说多了 我希望八号玩家能拿下MVP 因为这张桌上 没有一张狼人牌 敢跟八号玩家跳熊 过了 其实啊 我觉得啊 这个女巫和猎人 大概率都能认 饮水呢 也能认 对吧 那就很简单了 十 十一 十二 三四五 出四狼 对吗 这几张牌 出四张狼人牌 那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 今天啊 咱就把这个十 或者十二出了 理由是什么呢 你说刘二龙 你救救我 对吗 你认他是一张好人牌 你是一张好人牌 我盘不出 十一 十二 三五 十四狼的格式 所以你十号玩家 一定出局 这是我的理由 你还满意吗 如果在这六张牌里 你认四是好人 你是好人 打死十一 十二 三五 他们是四狼 你觉得十一 十二 三五是四狼吗 我觉得不是啊 那你出局啊 十号 你一定是狼 那还有别的吗 这个埃塞俄比亚逻辑 你还能认可吗 对吗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吗 你不是觉得 刘二龙不好吗 其实啊 木木说那个点 我开始觉得十一像狼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神第一 十 其实这个表水呢 甭管是赖不赖不 我觉得还行 木木对这个解释呢 对于十的是 是一个什么解释 说 你一上来对话这个九 咱俩不同身份 那他是个狼 已知七九 一定是好人 对吗 那你对话这个九 说咱们不同身份 是什么意思呢 对吗 这是他十唯一的好人面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把刘二龙认下来了 那你就一定出局了 因为 三五 十一十二 不能是四狼 要不你就打打他 对不对 他自盗 你就说他自盗了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我觉得今天啊 就是十十一十二 这三张牌必须出狼 对吗 因为还有三张牌 就算这三张牌全是狼 这三张也出一张狼 对不对 那你看着去归 好吗 因为我觉得 就是木木和王宝宝的好人点 就在于木木说 王宝宝 你一上来跟对话这个九 对话 这是唯一 好人好人面 但其他就完全没有了 对不对 那总归十十一 是出一张狼人牌吧 这是一定的了吧 对吧 那你看 我其实我 就是对按照逻辑来讲 我这时候听完五发言 我觉得五像个好人 我觉得五像个好人 那把五宅出来呢 那就去十一里和三里 再宅一张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那其他都 我觉得十十一十二 不能是三狼 对吧 那把十一宅出来 毕竟十十二和十先抱团了 不管他们打没打格式 我觉得打十一是真打 对吗 我觉得打十一是真打 那十一和五宅出来 那就是三四十十二 目前是这么看 对吗 要不然你说 我说的那个点 我说的那个点 十去让四救他 那你说 现在哪还有狼啊 外之外 对吗 那除非你认错了四 是好人 你倒霉 你出局 对吧 因为你是好人 四是好人 三五十一十二 不是四狼啊 不能是四狼的格式 那你得出局啊 对不对 仅供参考 好吧 反正我觉得这边归吧 首先啊 因为有一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锦上十二号玩家说 熊不叫 十号玩家是个好人 对吗 熊叫了十号玩家出局 他说十号开眼 一号玩家的发言是 熊不叫 十号玩家出局 对吗 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因为在 因为首先 一号玩家在自己上 没有去打十二号玩家 那我认为 二号和三号 我不知道他们 有没有去在意这个点 我觉得一定会去打 一或者十二 里面其中一名玩家 因为你们对 十号玩家定义是不一样的 对定义 对定义 熊叫不叫 也是不一样的 对吗 十号玩家 我再从人性上讲吧 我觉得十号玩家 跟四号玩家 一定是共身份 因为十号玩家 摸个狼 四号玩家是个好人 再怎么样 十号玩家 也不会像四号玩家 低头的 这是人性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对吗 有一个死对头 突然有一天 你是个狼 他是个好人 你就像说 么么 你救救我 再不救我要出局了 我觉得不太会 存在这种情况 对吗 因为一号玩 没跳女巫之前 就因为我井上说的那个点 我觉得一号玩 其实不太好 但跳了女巫 抱了六银水 那五四 因为我觉得 井上我跳熊 其实 我觉得前置位 是要开多狼的 因为前置位 也不说开多狼吧 首先四五里面 那现在所有人 排到公共狼 可能就是四跟十嘛 对吗 二号枪说是四五 十十一 你们说是三四五 十十一十二 把这五宅了 对吗 那十还是坐在里面 总归 怎么样 你说你是个平民 那怎么办呢 我是个熊 没错 对吗 前置位什么女巫枪 双金水 这个预言家 都没说你是个好人 没有一个人说 你是个好人 对吗 我也不觉得 你是个好人 虽然我觉得 你也 不是百分之百 是个铁狼 但是 不太像一个好人 反正就这么几个位置 如果认错了 反正要么就是 我认错身份 要么就是你认错身份 认错身份 就倒霉 怎么办呢 对吧 跟什么枪 什么又没什么关系了 总共要么 你干活 要么我干活 我白天归人 你晚上读人 你别什么 那瓶毒 不撒出去了 不太好 对吧 那瓶毒要是不撒出去 那有点不太好 对吧 我也不指挥你 你就看心情毒 对吧 看心情 反正就这么几个位置 你总共也能宅一宅 对吧 像四号 像五号 十一号 你也比较熟悉 对吧 他们是好人 你也揪得出来 对吧 我觉得五这轮其实偏好 我觉得是偏好 四号玩家 通篇就聊了些 唱两首歌 先把 先把十出了吧 先把十出了 我估计 我估计我明天玩 明天白天也不会死 总归往 一脑上一刀 反正我也没什么用了 对吧 要不我晚上我换个位置 换案时间到了 归时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十号 各位玩家请准备投票 三 请准备投票姿势 三 二 一 请举票 三 投票给五 七 投票给十二 十 投票给十一 十二投票给十一 十号投票给几行 没看见 九号投票也没看见 九十两位投的谁 十投的比四 九七票 好 十号玩家出局 请留意 你们就砍平民吗 我是个平民 你们喜欢跳身份 我跟女巫队下话 我就不跟这个巴对话 没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哦 是 你说 你说四号玩家 我打了四 你们告诉我不对 是你们告诉我的呀 你们讲不讲道理 玩游戏你们真的不讲道理 是谁认得四郎 你现在说四十个郎 不是 所以说你是埃塞俄比亚逻辑 我不能跟你说什么 我说退一半书 如果你这次错了 那么我跟你说了四十个郎 你们告诉我不是 这是你们告诉我的呀 那你讲道理吧 那四号玩家发完言 五号玩家 他说我要不唱歌了 六号玩家我听 你十二有什么用了 我出局了你死了 你说我是个狼呀 那不是你说 那么钱之为发完言的人是谁的 你说七十个好人 七宝了四 我说嗯 那么是不是呢 我是说 咆哮也实现出我 后面一个十二说 咆哮了出我 后面蹦出来一个 不咆哮也出我 那你别 那是怎么玩的 那是不是摸一个平民就一定 他这么垂我 他这么垂我 你们也认为他是好人 什么叫公共狼坑 你们不讲道理了 四盘的 二盘的狼坑是四五 十十一 然后五 五盘的狼坑是几啊 反正也有十一的 我 你说公共狼 你说五十个好人 你就永远别动他 别动了 那我出局 你再动五 有什么意义呢 对吗 七号玩家 他明明公共狼坑是十跟十一 你们 客观一点 就是公共狼坑是十跟十一 到你这边是 我是公共狼坑 那等会你爱出谁出谁 那十二就出了 十一就别动了 接下来死的那个人 一定是个平民 因为我是个平民 你爱读谁读谁 你爱读谁读谁 我们讲点 以后就讲点道理 还原一些事实 我脉都带起来了 我都说刘小龙 你救救我了 我还能是个狼啊 发言时间到 过了 十号玩家一 玩家三 二一天亮了 昨夜四号 十一号玩家死亡 昨夜熊没有咆哮 四号十一号请离场 警长决定 警左警右发言 九号发言 那我发言啊 其实我晚上 我觉得应该读了十一 到了四吧 说实话 不清楚了 听一下女巫吗 因为死掉的不是一 是四 不太清楚 我就跟她躺吧 也没什么好聊的 但我觉得十二像狗 不像狼 为什么 就因为我老是 对十号玩家 比较纠结吧 我不确定 十号到底 是不是个狼人下去的 因为我听她的发言 我举不下去手 说实话 所以我气票了 就是十号的这个发言 最起码在我这里 我觉得她不像狼 那么如果十不是个狼 那十一去怼了十 说十号玩家是一匹狼 十二去捞了十 我觉得十二左左右右 无论十十一谁是狼 我觉得十二都不像 说实话 但现在死了四 狼坑又不起 假设十一是一匹狼 如果十一是一匹狼 十就不是 因为他们俩是一个对立面 那四是 总归有一个挨刀死的 那还有三五 十二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因为我盘不清楚 十十一十二 这三张牌当中 就如果说十是一匹狼 我觉得十二 就没必要去出来 就这种方式救他 在十一发言以后 这种方式去救他 所以我左右听十二的发言 结合十二的行为 我都觉得十二不像狼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十二摘了 它不像一匹狼 我觉得十一可能 是一匹狼的情况下 死了四 那狼的位置就 感觉没有什么位置了 三五六 不会吧 再听一下吧 因为我不觉得十二是一匹狼 因为我不理解他的行为 捞十对十一 这种行为都不像 所以我想听一下 三五六的发言吧 反正他们的发言 都很奇怪 三的发言 三的发言不认识五 五的发言去采了四 采了三 也采了十一 我记得 六的发言是第一轮去采了 采了五 所以这几个人发言都很怪 我过了我过了 听发言吗 十二号玩家发言 白石牌 好吧 我跳了 就狼人自爆了 说也不能怪我的 因为我说出这个十一 你要出张十二牌 那狼没自爆 可能是出一四张狼牌 十一定是吃毒的 十一打一张白石牌 打二一张枪白 打六一张野水牌 十一是什么的 他当张好人牌 打错三个位置的 可能不然 十一定是张吃毒狼人牌 好吧 四吃刀了 没位置了 三五 三五五十十一吗 不是这个 没那么难啊 八号前这个东西盘出来 你笑在说什么 你伤精水牌 伤精水牌 我觉得你都要出局了 对吗 不是你 因为我认你 你锦上跟我这样 我把你给认下来了 你如果是出局是个狼人 你昨天跟石说 你投了十二 回去 我要把你这个录下来 当我的铃声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就把这个幕 反复播放 好吗 我上白石牌 前终也起跳了 好吗 没读错 挺好的五四零零 过了 这四呀 因为我认为十一 十二都是好人 所以我把四读了 我认为格式三四五十 十的发言 一言我认为是个狼 他通篇在保障四 三上轮投票投的五 我认为三一定是个狼 因为在你心目中的狼 可能有这张十的 你发言是有这张十 但那你为什么举票 举了一张五呢 有任何理由吗 你又不是不会倒牌 你是个平民 你是在抗退位上面 他们又不会刀你 刀你更好 你都不用辨 你举了票五 我认为你在给你的五 狼同伴隐藏身份 因为我把十二摘了 但是十二这轮 你跳了个白痴啊 如果求稳的话 把十二出了 反正我们还有三个神 四个神都在 把你出了 也无所谓 那边三个平民呢 六七九三个平民 我们四个神坐在这里 把你先出了 你翻个牌 怎么轮次都够 对吗 因为你这轮跳个白痴 真的很奇怪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没事我听你没意见 没关系的 把他出了 他翻牌 一样的轮次怎么都够 对吗 三个平民坐在那里 一个女巫 一个枪 一个白痴在这里 把你先翻了 他们晚上叨一叨 我们白天推一个 再叨一叨 我们再推一个 怎么都够 你就先出 好吧 我就把你先出了 好吗 就把十二时间飞了 你们两个再变 过了 先谈一下立井那张牌吧 你们说十和十一 两张牌 谁更像了 是不是显然是十一 你们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显然是像十一 我现在跟你女巫说吧 你觉得三像狼牌 我觉得三不像狼牌 但是你怀疑十二的点是对的 可以在一个怀疑点上 昨天七是单票挂十二了 对吧 你单票挂十二 然后他就挂着十一号牌 十一号吃刀 我就有点懵 因为我知道四一定是吃毒的 但我在想十一凭什么吃这把刀 那 说刀民吗 那 就这个意思 那你可以把王宝宝一言说 明天晚上一定砍民 点到民了 对吧 那就砍立井 那我觉得位置可能 你理解这个民牌 扛推好不好 我操 你砍他有病吗 你屋都没开毒的人 不易推一个准 不是干嘛呢 所以呢 我现在在 多想一层 我就多想一层 也算有点疑心病吧 我多想一层你六 多想一层你六 如果你肉真是好人 你一定有弹性 你一定会好好耐心飙水 多想一层六 多想一层十二 这两张牌呢 我再好好捋捋 那上周下巴掌说 这个五呢还可以 我会慢慢听你的解释 你再给我解释一遍 好吗 你再给我解释一遍 你怎么认呢 因为我的认知里面 我觉得三少人 因为我做了这张牌 对吧 我发言做套的这张牌 所以他给我直观感觉 我一定是有第一反馈的 我身上列人吧 我给你们牌的狼坑呢 就是概率牌 我给你们牌的狼坑就是什么 我认为十二当时打十一不错 十一是我认为狼牌 那十二是好人嘛 直接打那个狼 那就四张好人牌 十二一二三 那四得是狼嘛 对吧 然后四也没有什么行为做好的 那卡两头嘛 中间四张牌过了 卡两头四十一嘛 对吧 四十一 然后呢 这边你们四张 因为有一张六那个银水 四张好人牌 六七八九 四张牌 卡两头 五十嘛 四狼嘛 因为你要用 这种格局 我觉得要用明好人牌 来做坑啊 明好人牌来做坑 来做坑 卡两头不就出狼牌了吗 所以我的狼牌就是四五十十一 我觉得现在在我十二里应该是三郎出去了 不知道有什么可自招的法 但是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自招的这个 那个什么 是不是我的坑位错了 所以我多想了一层 够了够了 所以呢 多想一层六吧 然后十二这个跟我身边又不冲突 我也没有资格拍人家 而且我觉得他打的是我认的狼牌啊 对吧 当时我再想一想理解这个问题吧 你三呢 被牛怀疑了 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 我一直到现在没进我狼坑 你好好标出 我觉得现在我先正确的看待你三颗六吧 五大概就是 我觉得就是狼坑位置 好吗 够了 没有关系的 我的发言是这样的 你们不用去管三十二是哪一张最后狼人牌 五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你们去想 我井上的行为和发言 首先 五一定是张定匪牌 因为首先我井上的发言是这样的 我看到前置所有人都把四认下来了 我说四太好了 我们这一把是共编的 我的心态是想赢 我说我们外置会去找狼 这是我井上的发言 井下的那一圈发言 你们都说十底牌是个狼人 因为我跟这个十玩的比较多 我在这个位置也锤过十 而且我是用逻辑锤了十 为什么十底牌是个狼 首先十在这个位置认为 一二三里面不产熊 八那张牌是唯一的一张熊牌 所以我在那个位置打了十是个狼 那么最后为什么我投票投了五呢 十的一个举动 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个狼 因为到你七这个位置 因为我着重只想跟你七对话 我认为你一定能听得懂我的发言 就是在十那个位置 他知道你要归他 他一定要出局的时候 他很气愤的把耳机戴起来了 我认为那一个举动有一点打动到我 因为我认为王成龙在这个位置 想要有这样的最后的遗言 一定不是一个狼人 他如果是一个狼人 他在那个位置最后的遗言 为匪队又做了什么工作呢 打来打去还只能打自己的匪同伴 他外之位置换不出任何一张好人牌 而且他跟我一起投了五 所以我认为五是张狼人牌 我这个位置不想去外之位打太多 因为五在先之位已经打了我三 五的发言一定比我三好 但是首先我的心态是一个好人 投五的心路历程我告诉你 你们定十是个匪 五也只能是个匪 我投五投十投的都是匪 其次我在这个位置 女巫保了我 枪保了我 上个轮次 已知吃刀的十一 不管他是不是自刀 至少他吃刀了 对吗 这是女巫告诉我 吃刀的十一 也告诉你三是个好人 我希望你七把我留到下一个轮次 因为我底牌一定是张好人牌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紧推领先的局面 所以我也不想在这个轮次去拍身份 你在后置位可以狠命的捶我 我底牌如果是个狼人 我就去无所谓的 去推十二 推十二 没有什么不能推的 对吗 我为什么要找后置位 在我后置发言的五 作为我的敌人呢 我认为上一轮次 五打我三的理由不对 他认为三四是先知的两张匪徒牌 但我的底牌是张好人牌 所以我不想拍身份 但是我认为五的发言一定是个匪徒 因为你打了我 外置位已经很挤了 熊两边是精水 两张神牌一跳 你能置换的只有我一张好人牌 所以我认为你底牌是张狼人牌 你想置换我的身份 所以这个游戏哪怕十四个匪徒 哪怕十四个匪徒 他说晚上去给狼队指刀刀弹的唯一扛推尾 还是我这张发言不好的三 过 你要是白痴你就跳 因为你要是白痴就是四六十伤 你要不是白痴 还是三四十伤 因为十二一定是个匪啊 如果十二底牌 十二底牌不可能是个白痴 我底牌是个平民 十二锦上就是聊开眼的一张牌 我跟你说的理由了 因为十二说后置位一二三你们跳不跳了 你们要不跳我就开始分析了 那他就已经认下八十个熊 后置位没有真没有熊了 所以说他在那个位置就知道一二三都不会跳 所以我觉得你三有可能是个好人 如果你是个白痴就是四六十伤 十一是吃刀的 你先说我要置换一张狼人牌进你这个位置 最简单的道理 十一现在是个好人走的 他死了 那十一是个好人 昨天我为什么要把四拎出来打一顿 四现在一只是个狼 十一只是个狼 我为什么要把四拎出来打一顿 然后去把十一一张好人牌保下来 我就顺着你们去打 说十十一十二三个狼行不行 这个人的身份做的那么高 我有什么理由把它揪出来呢 那现在四是不是个狼呢 你三任他是个好人 你后置位七任他是好人 八九 包括死掉的那个十号狼人牌 都在给这个四做身份 是为了什么呢 不就为了保一张金刚狼牌吗 他为什么昨天敢去拍那个二呢 不就为了做身份吗 我是张狼人牌 我要置换也是把十一 十一填到狼坑里 我打你们干嘛呢 我揪这个四干嘛呢 对吗 所以你要是个白痴 那就是四六十三 你如果不是白痴 六字刀啊 因为我听十二的发言真的锦上暴飞 我以为后置位没有跳的 所以说就是如果三当时在锦上的发言 我能认下 那就锦上后置位一二三都不开狼 对吗 因为他那个发言是很暴的 你们要说我是个狼 你们起码得把我是狼的逻辑说出来 我是个好人 我也在尽力地帮你们找狼表水 十一号是一张好人牌 狼为什么要去刀他呢 那不就他打对了吗 他打错了他可以扛推 因为他打到了好人 好人会去攻击十一 他打错的那张好人牌 一定会把十一号干死 所以说狼是没有理由去刀十一号的 刀十一的理由 只有可能十一号打对了 所以说十一号打了这个六 六可能就是个紫刀 对吗 三如果你是个好人 那六就是个狼 十二也是个狼 我出谁都无所谓 但我一定不认出 你们现在如果要出我 你们就必须得保证 六不是个自刀 或者这个三是个铁好人 你们必须在三六里面 认下一张好人牌 我五号才能认出 因为十二是个狼 就这么简单 再多的逻辑 我给你们盘不动了 真的盘不动了 很多发言回忆起来也很麻烦的 不是我怎么算 你们轮策都落后 除非跟我说十推出去是个平民 他们狼刀在先 不然你们在这里变什么呢 对吗 十二号在那边跳个白痴 前周围只有九号玩家发过言 后面一堆人 有个银水有个金水 他跳个白痴 不是我们跳白痴 他瞬间出局吗 对吗 他在那个地方跳个白痴 不是就送吗 你三五 你就算把十二推了 神也够 名也够 你们三五就算护锤 锤出去一张 不是还是死吗 你们在演什么就交牌呀 不是吗 难道你跟我说十二玩家 出出去真是个好人 真是个好人 你来 我不想你来 不是 首先二号玩家叫我表水 我跟你说 我没有什么好表水 你去盘 十号玩家 如果底牌真出去是个好人 那他们去刀村民 那我们十二号白痴也跳了 除非他在找白痴 那只有这个逻辑 那现在狼刀领先 这样子呢 我们打什么 五个人里面出四个都搞错了 不是 你来 过 知道了 感觉你刺刀了 今天他出局 没翻牌 明天就是你 懂吗 他出局 翻牌了 那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棉 我是棉 这儿是棉 那是不是女巫 这是不是恋人 这是不是熊 那他们玩什么呢 肯定出白痴啊 白痴翻牌 那你不捶这俩人 那其中一个 你捶谁呢 你要出谁呢 你还保这个白痴 他跳白痴那一刻 他不就已经出局了吗 对吗 你还保他干嘛呢 他翻牌 但凡不是白痴 明天就是你啊 对不对 那还聊什么呢 他翻牌要是白痴 那就他俩 就你们仨争俩篮坑呗 刀也不够啊 对吧 那不 你们仨 你还不赶紧打他俩 你还打谁 他能保得住 他不是必出局的一张牌 你还不赶紧打他俩 你还在这干嘛呢 这十二能不出局 对不对 那你打他俩呀 我觉得你翻不出牌了 然后你也应该再见了 好吗 我觉得你知道了 好吧 我觉得你知道了 好吗 要明天再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醒悟 把他俩垂进土里 好吗 那你出十二嘛 就 没办法呀 你跳白痴 就是给我们好人正逻辑的 对不对 你跳白痴 就一定出局了 你自己想想吧 四神三明 两郎在场 你一跳白痴 对不对呢 出十二嘛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一句出十二过 或者你再聊聊 他们谁向了 我这么说 十二如果是个白痴的话 十二如果是个白痴 我都偏向于 六也可能自斗 真的 我都偏向于六也可能自斗 因为六这个行为呢 他在保一张白痴牌 你也没说要出三五谁啊 你告诉我出谁啊 对吗 你觉得谁像那什么呀 那最起码五还吹了六 如果十二是张白痴 那有可能三六双狼 对吗 我觉得是啊 我觉得是这样 有可能三六双狼 那五其实上一楼的发言 我大概率能认下来 五上一楼发言的人 你就盼着他是白痴吧 兄弟 他不是白痴 你就走了 真的 好吧 那别 反正有正逻辑的 对不对 正逻辑 哪怕你说你认下六了 你是不是也是先出了十二 然后三五顺出呢 对吧 他们一定会留着六 不可能留着我跟九 我跟九一定死了 没准明天我就死 对吗 如果十二是白痴 一刀我 然后再推一个 一刀一刀 他再推一个错了就输 对吗 那你琢磨得反正 今天出十二 你不用有一点压力 对吧 那出十二吧 过了 八号发言 我觉得其实三项那个狼 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你是二号玩家先入为主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其实你在发言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的钓鱼 锦商 比较明显 为什么认为三是个狼呢 因为他这轮 首先目的攻击了五 他对你们一二号发言是 无论三十二里面哪个是狼 五都是那个定狼 对吗 那请问今天三十二 你知道你是个好人吗 那不就是五十二吗 为什么要去弄这个五呢 是不是前周一二告诉你们 先去把这个十二翻了呢 对吗 那你就说 无论三五里面哪个是狼 这个十二是个定狼 对吗 你的发言是应该是 无论三五里面哪个是狼 这个十二是个定狼 这个十 这个四都是狼 对吗 你先把这个十二弄了 为什么要先把这个五弄了呢 对吗 因为 不是说去抗退白痴 你们今天必须要抗退平民 才能获得胜利 因为现在是三个平民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个白痴 就配合游戏出下去 是我们好人配置不够 没有人认下你 对吗 因为十四都是狼嘛 你告诉我 你说的 十像个好人 你这轮还认为十是个好人 对吗 那十二不是个定狼是什么 对吗 你认为十是个好人 十二不是个定狼 是个什么呢 你说 七二初十的时候 十把耳机戴上了 你认为十是个好人 你这轮还认为十是个好人 那你告诉我 十二不是个狼 是个什么 十是个平民走的 十二跳了个白痴 不就为了找白痴吗 那他找白痴为了什么呢 对吗 先把十二翻了 对吗 你是个白痴 我们明天再聊 不是个白痴 还是明天再聊 总共明天还有得聊 刚才谁跟我说的 四十十一三郎走了 想起来了 那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那还不如起来 十号玩家出局 十一号郎大哥说 交牌 不就好了吗 何必这样的 对吗 先把十二翻了吧 好吗 明天再聊吧 归十二过了 听掌个票 听掌个票 十二号玩家 各位玩家请准备投票 三二一 请去 十二投票给三 三号压手 其所有玩家投票给十二 十二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我上好人牌 我前周围跳白痴不想抗推 因为这十一倒牌了 因为这十一 我昨天猛打张十一号牌 倒牌了 所以我 上白痴牌 我觉得我表水表不干净 好吗 有点怂 所以就跳一张白痴牌 那我上平民牌 被抗推出局了 这三一定是长狼牌 这五一定是长狼牌 这七号牌 不是无所谓 我上平民牌 我这局输了 我来背锅 上平民牌 因为我觉得十一号 在前坠打三个位置 打错了 所以我起身 你让我前坠发言 我就跳上白痴牌 后坠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他们刀十一 一定是抗推我 所以我觉得十一 无所谓 我是让平民牌出局的 觉得二伤好人牌 我觉得三伤狼牌 我觉得五伤狼牌 因为三在那个位置 他说出五一定出不去 一定是出我十二这个位置 他说出五一定是出不去 这样五号牌的 他说出五出五一定出不去 那五 我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但输了没关系 但我也盘清楚 这三说十是个好人牌出的 对吗 如果这样 如果你读了这张十一号牌 你再乱报信息 那就你背锅 就跟我没关系了 好吧 因为我觉得十一是吃独走 是让狼人牌 那么四十一还能双死的 是这样的 他说十是让好人牌出局的 女巫说他读了读了四对吗 那也就是说最多四是个狼牌 那么场上三郎嘛 我跳了白痴 我这张狼牌 场上还有三郎呢 你在打什么呢 这三的狼坑都不对 他三郎 我一个还有两个在哪呢 是不是怎么着 都得把三算上的 三是个狼 是要平民 好吗 我希望这张九号 可能是让白痴背刀 因为这三 他都不敢跳张白痴拍我 他如果跳张白痴拍我 今天三十二轮次 是不是三出局 他翻不了牌 他上狼人出局呢 所以我希望 好人唯一赢的机会 是这张十一号牌 是让白痴迟到出局 好吧 这是好人唯一赢的机会 我上拼命牌 这个我不应该 我应该好要表水的 我不应该前追跳白痴 过了 好 等玩家 请飞带好面具 天黑请闭眼 各位玩家 三二一天亮了 昨夜七号玩家死亡 七号玩家请离场 昨夜熊没有咆哮 请经长决定 经座锦佑发言 四座死有 六或八 六号发言 出六 我不想跟你们变 好吗 三五你们明天就交牌 不是常常只有一郎 他们怎么刀都刀不够 熊 女巫 猎人 白痴 是吗 你昨天跳白痴了吧 不是 我认为是这样子 我 因为我认为警退一定在先 我认为四跟十是两张狼人牌 十二是个狼人牌 那今天就把我出六 真的 就出六 过了 出六就出六了 出六游戏 总归结束了 你是个白痴的 因为我不想跟你变什么 如果三是个白痴 首先我不知道十一是什么 我觉得十一是个好人 所以我紧张打的位置是 问问你 七早排了 他全面好像是六五 不能问 这个我来给你科普 是不能跨越尸体的 好吗 所以说要看熊今晚的情况 我是个平民 如果你是个白痴 那我们还是只有一推 因为枪 女巫 熊 我出局 你就死 就游戏结束 他就赢 如果你不是白痴 你们要能认下三 他只要说三 只要说三不是白痴 三只要说他不是白痴 就出我 明天起来就不好笑 对不对 你还是赢不了 如果三 你底牌是个白痴 我希望最后你在归票的时候 就算你再想归五 也给五六一个PK 你安排他们投票 安排一个五六PK的机会 再想出 我可以再把所有的逻辑 跟视野给你再盘一遍 因为我底牌是个好人 我很想赢 这把十一还是个好人 我五也是个好人 我不想十一打对了狼 我五打对了狼 被你们所谓的排位置 什么不讲道理 就把我弄出去 所以我希望 你八在归票的时候 如果这个六 这个三认了白痴 你八再想归我五 也给我一个PK的机会 如果这个三说他不是白痴 你是什么就说是什么 因为现场上只有一个狼 四十十二应该是一定是三个狼走的 你不是白痴 你就说你是个平民 我五就认出 明天起来他们一定会去刀那个八 因为八会咆哮到时候 就这么简单 过了 三五八言 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游戏是我先去打了这个十二 就是很简单的 这个游戏你们已经推不动我这张三了 不管我是个什么 对吗 身份是一定不会拍给你的 好吗 不会拍给你的 但是一定动不了我这个三了 不是下巴亮你还认不下我这张三好吗 你不用管我是个什么 我跟你说了 五十二六 对不对 上个轮次我点的 因为在我世界中 十走的可能是个好人 我是个狼人 我这个位置一定不会发出这样的言 我不想告诉你们我的身份 你们自己去盘 但一定不是个狼人 好吗 只是我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轮次 为什么最后转身投了一票五的逻辑 也已经告诉你了 对吗 我把 井上 为什么认下四 是你们所有人告诉我四是个好人 我说yes挺好的 四是个好人 现在四是个狼人 我认为五如果底牌是个狼人 不会在这个位置 去把这张四号牌抓出来 然后一顿锤 如晚上读了它 所以我认五底牌是个好人 十走的可能是个狼人 那么十二也一定是个狼人 你一定不能归我三 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 已知场上 一定 一定一定 有两张蛋牌在 我认为 因为我认为 四 这个位置读出去是个狼 怎么打 还有两张蛋 因为九是那张蛋牌 我可能是那张蛋牌 也有可能是那张白痴牌 那么怎么推呢 我认为六底牌 可能是那个狼人 因为我不认为 五是个狼 五是个狼 没有必要第一天 把四揪出来 让女巫去读掉 我是个好人 那么十 读出 十走的一定是个狼人 十二那位置走的 一定是个狼人 我不认为 十二这个操作意义在哪里 我一定不认为 十二有这样操作 以至十二底牌 如果不是个白痴 十一就是个白痴 那么这个游戏 十一是个白痴走的 晚上砍了十 我们把十二推了 场上就只有一蛋 我们就一定输 能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不管你怎么排 七走了是个蛋吧 你们说十是个狼人 十一走是个蛋 十二走的还是个蛋 我们是不是已经输了呢 所以不管怎么打 你一定推不到我三 你能明白了吧 我真的急死了 能不能明白呢 好吗 你今天去把这六号牌投了 明天起来跑不跑笑 你就知道了 因为你只只有一狼了 因为十是个狼走的 四是个狼走的 十二是个狼走的 只有十一跟七 两张蛋排走 能明白我意思了吧 好吗 你随便归 麻烦你 我求求你了 上个轮次 你说三是个狼 飞客说三这个位置 可以保一保 所以他们那个诅咒 他们把诅咒砍了 就是让你来归我 你自己排逻辑好吗 我告诉你 我是个好人 过来 二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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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五和六谁说要出自己的 就成全的呗 是吧 不是 厉害的 晚上不验证尸体啊 那就是还验证的是七和九对吗 还验证了七和九 那就是说尸体是带着验人信息死了 对吧 就带着他验人信息死了 等于说没有验过你六 没有扩大范围 其实是这样的 我呢 觉得这把是一定我赢了 只要你信我 我觉得三是好人 首先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 你呢 玩法我觉得可能是迫切 知道人身份 到底是什么 而我只是听他好人还是坏人就行了 因为他打十二 你说十二是好人 他挑什么白痴呢 对吧 因为他只需要向我说清楚原因就行了 因为我认为他好人 他打十一是吧 我还在想哪个问题呢 但是诅咒高啊 诅咒是把十一号认出来了 他把十二抓出来了 那就替我排了很多位置 因为呢 我只需要管一张牌就够了 我只需要管住这张三号牌 那我井上就玩这张牌 我只要玩住他 就行了 那在我的视角里 第一天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我的视角里是什么牌啊 女巫 猎人 好人 好 那个 七 八 九 三个好人 没了 剩下圈了 可以吧 都是的 挨个扔挨个扔 不简单吗 好 再听一听 好 十一吃刀了 好人吧 十 是不是了 好 再排一排 六号银水 大概率可能是好人 四五里扔 没了 其实我 其实我大概想惊喜一下 能排出点个四郎 就理解 那个位置 稍微揉弱我一下 只需要 印证六是不是自招 就OK了 所以今天你把 四 不是 把五和六 随便一张 就完了 这俩 应该是民 五和六中间一个民 对吧 就没了 然后我的猎人 女巫 熊 就没了 只剩一郎了 哪里还能有狼呢 王宝那个发现 不能是好人出去的 你说 刚才谁说了一句什么话 十号玩家 冲着四号玩家 说你救救我吧 不是 他们俩是同身份 不能这么聊吗 因为当时是 所有人认识 是一张好人牌 当时一张狼的身份 是全场身份最高的情况下 他一张狼队友说 你救救我 怎么不行呢 发生时间还有三十秒 就是怎么不行呢 这东西不成立 成立啊 一张狼 对着自己狼队友 当时 我们一两个狼 把你这一张狼供上去了 你是皇帝现在 大家都认你好人都没验过 我现在狼有点危险 这张 二龙 你得示好人 你救救我 你对我了解 他们俩 万一同身份俩狼呢 怎么就不可能有这种逻辑呢 是不是 所以王宝出局发言的时候 没有平时那种好人 更激烈的一点语音 我觉得是狼 四十两个狼 十二一个狼 剩下的狼我觉得是五 六号可能不是吧 一号玩家发言 你扔下了三 那就把三摘了 我认为三跟十二不共变 三跟五也不共变 其实我现在有点在想 四处局是不是个好人 因为上一轮 我认为十二一定是个狼 对吧 他没必要在那里 穿个白痴 那上一轮 如果出现了一个情况 是场上三狼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白痴 场上还有三个好人 他去找到那个白痴之后 可以砍两刀就赢了 所以十二在那里 去跳了一个白痴 所以四如果是个好人 四是个好人 那五就是个狼 那三呢 我想不通 因为我没办法定义十 十一定是个狼 首先第一点 十跟十二一定是两个狼 十一是个好人 这个是肯定的 我的失角当中一定是这样 十一是吃刀死的 十十二是两个好人 四是我独掉的一张牌 我认为四是个狼 但是上一轮十二跳了个白痴 我把这个逻辑给推了一下 我在想四如果是个好人 四锦上操了一通歌 五次那边把四打了一顿 三的发言是把四认了 三是把四认了 三说跟四同身份 你把三认下来 把三认下来就五六顺出 好吗 那就听你的吧 我有点乱 因为我觉得六是个好人 我跟你想法不一样 我是把六认下来了 你把三认下来 那我们就先出五呗 好吗 听你的吧 我觉得都行 因为吃刀的人 一个十一一个七都是怀疑六的 都行 我对六不是完全认 过了 我觉得五不像狼 我张口聊了四 然后女巫读了四 去把十二摘出来了 说十二像狼 那五成底位 就是钱之位已经把他归成狼了 就他钱之位的发言 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 他的发言让我觉得没有变性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像狼 那这轮三的发言很奇怪 因为六的发言说 你们来把我出了吧 对吧 三的发言说 那你们这轮把六出了 我们看下一轮熊跑不咆哮 我们都在假定场上 只有一匹狼的情况下 为何三号玩家能说出来下一轮 熊能不能咆哮这句话呢 这是怎么发出来的言呢 我可能我这个人比较的钻牛角尖吧 但是我听到你说这句话了 你说把六投了 且看下一轮熊跑不咆哮 这种发言我听得很刺耳 所以我其实还是 而且三对四的对话的话 就说我们同身份 那假定四是一匹狼人 三也是一匹狼人 他们是同身份 谁就是 这种逻辑也是讲得通的啊 对不对 那三号玩家很开心嘛 而且二号玩家前这位 在第一轮警上的时候 给三号玩家的压力 他说三号玩家你跳 三号玩家说跳一下 他也没说什么 就借势去说四号玩家我们是同身份 所以这种发言 我觉得心态好一点的 也是能发得出来的 要亏嘛 因为这六号玩家本轮的发言 就是说你们来投我吧 那他与其这种操作 他就交牌 他是四郎 他与其这种操作可以交牌嘛 干嘛五号玩家为什么朝我叹气 我是因为听了我本来是要投六的 觉得六是自刀的 那听了三的发言我就觉得头疼 好吧 是个好人 我呢也不多说了 你俩搞吧 过了 被你们搞得 蛮好的蛮好的 三张好人拍 一个告诉我把三人了 一个告诉我把五人了 一个告诉我把六人了 蛮好的 这样子嘛 这局们就时间搞得长一点 今天就全部压手嘛 明天如果六是个狼 不管怎么样总会砍我吧 我就解除这个烦恼 今天全部压手嘛 谁投票 谁投票只要游戏没结束 明天你就出局嘛 对吧 比如说你六投了五 五出局之后游戏没结束 你明天六就出局 对吧 那是不是 如果你六投了五 因为现在场上四十 十二一定是狼走的对吧 我刚才发现是说 十号玩家跟四号玩家 一定是同身份 不是不同身份 我说一定是同身份 对吧 那比如说今天不投票 今天不投票 明天把我一 因为一定扛我 一定不会让六这个身份出来嘛 对吧 那起来是三名 一郎两神 因为神一定不会动 这样把明推了 也是一郎两名两神 我觉得挺可以的呀 反正 因为 我 一个好人 反正三的这种发言 我是一句没有听懂 因为我认定 场上只有一郎了 你是个白 无论你是个什么 我都可以今天处理 你是个白痴 就行翻盘 你是个平民 明天五六PK 我晚上一定因为 一定砍我 所以你的身份 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你说你一定是个好人 为什么呢 凭什么 对吧 让我想想 其实 我觉得 六更像那个狼 原因是因为 传统 玩熊女里白都喜欢指导 四 四 四 六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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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你就先委屈一下你 好吗 如果你是个行业 先委屈一下你 毕竟你家走了嘛 就先委屈一下你 好吗 反正明天我晚上总归死了 不会去砍平民了 贵六 好 警长归票六号 各位玩家 请准备投票 好 三 二 一 请击票 好 六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争议获胜 本军游戏 四六十十二 四六十十二 四张狼人牌 一号玩家为女巫 八号玩家为原家 八号玩家为熊牌 二号玩家为猎人 十一号玩家为白痴 四六十十二 四六十十二 好 我们稍微休息五分钟